直接按F8 它已經開始錄了在這個畫面 下面有一個閃爍的 這個就是Captitude 但是我們今天要給各位看的是 Note.js 知道各位已經換好了 如果我換好了 請你稍微試試看 我現在必須假設各位 全部都是現種 因為一定有人已經學過 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還沒有學過的人 所以我們假設各位全部都是現種 那上禮拜的Captitude 是用來讓各位用視覺化的方式 來學程式的一種方法 但是那種視覺化的方式呢 其實比較不屬於專業性 那個比較偏向於學習性 或者是給初學者入門用 那真正寫程式的方式應該還是得靠打字的方式 那靠打字的方式怎麼寫程式呢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這件事情 你怎麼樣用打字的方式開始寫程式 那我相信各位這幾個禮拜 應該開學到現在兩個禮拜而已 這兩個禮拜以來 各位 上程式設計一這門課的時候 你們已經開始寫嗎 還是還沒 還沒 剛開始 剛開始 已經有開始寫Hello的思議員了嗎 有 有嗎 那如果你寫過Hello的思議員 你應該知道 第一個Hello的思議員至少也要打字母的話 算字母應該至少要打個 打個100個字母 差不多吧 因為光是你寫Mate IDMate 括號 大括號 然後呢 printf 然後 自竄 5號 然後person Hello 直接Hello這樣子 分號 幾個字母 不用100個啦 大概有20個字母 但是思議員呢 一定要寫完整 這是JavaSprint 我現在要用的這個語言叫JavaSprint 那我JS是一個JavaSprint的 啊 伺服專平台 那它是 比較新的一個工具 那JavaSprint這個語言 雖然有點歷史 1995年就有 但是 但是 其實它一直到最近 才變得更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環境 它所使用的語言是JavaSprint 它跟C語言有點不一樣 你會發現 用它 用起來會比較輕鬆愉快 為什麼呢 因為JavaSprint的語言層次 比C語言更高一點 C語言比較適合用來寫系統層次 JavaSprint比較適合用來寫 應用層次 那特別是網站 網路的層次 為什麼呢 因為JavaSprint是 瀏覽器裡面的 唯一 綠色語言 所以就要注意的 現在變得很重要 好 那 去講語言的重要性 現在就是我們所要說的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來學語言 好 我寫s等於5 OK 它就顯示 我寫s加3 它就顯示8 我寫s等於6 它顯示30 OK s加3 乘6 減s等於2 好 請問是多長 OK 好 各位 可以在我操作的時候 你看了 你也可以順便操作看 好 那 你一邊看我操作 一邊自己也操作 可以加深你的影響 好 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我不需要 每一個東西都要重寫一個層次才可以跑 這種叫做交談式介面 那這種交談式介面呢 它會 讓你在練習的時候比較方便 OK 好 現在我們就先用 no.js的交談式介面來練習 但是它也有名音樂的介面 好 那各位 上 陳詞設計的時候 應該是用DevC++在開發 好 那DevC++是一個整合環境 好 所以你程式打在裡面 然後就便利 好 但是通常我們會 會 有時候會用整合環境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 用命令別的介面 好 尤其是 越 越到那個 怎麼講 就是 團隊合作的時候 就會越來越少 整合環境 因為整合環境的時候 不太容易 團隊合作 好 OK 那各位看到 這個環境 我們現在的操作 你可以試試看 那除了 除了整數這種東西以外 其實還可以有 這樣自傳 比如說我 說s等於hello 好 請注意 要用雙引號 最後的這個分號呢 在交談時間面 你打不打都可以 因為外行 它就會是 我有分號 那 你認好 我說s等於hello 那 我打s 那就是hello 我打s 加 問號 變 hello 問號 s加 hello 然後 好 啊 也 那就變 哈囉 好啊 也 這是自傳 好 好 那 到這裡呢 我想 有時候 各位可能 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 我把它 固執 接到社團 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話 那 你可以直接看社團 的這個過程 好 OK 如果你 好 那 不太清楚 前面的畫面 可以看社團 好 那 這是自傳 這是 剛剛這個是整數 當然 也可以有小數 譬如說 5 等於 3.1 14 16 好 1 等於 2.51 1 828 那 3 加1 呢 OK 那 呃 呃 圓周率是吧 圓周率是拍檔 對不對 好 那 呃 如果是 圓面積呢 圓面積是拍檔 所以我生一個R R等於2 假設半徑為2的圓 請問 他的面積是多少 P 等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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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半徑為2的圓 他的面積是12.56 OK 那再來 這個是 這個是 有 小數點的數 在電腦裡面 我們通常稱為普點數 普點數 普點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一些運算 比較沒那麼直覺的運算 什麼意思呢 各位應該正在學計算機概論 對不對 好 那我如果說 欸 來 來的 c c等於 4 c 錯1 這個叫錯1 1 變8 c 右移 1位 變2 這個 你在學機概的時候 你會知道為什麼 左移 跟右移 這些運算 當你學到二進位的時候 就會知道 當然 如果 c c d 等於3 那 d 左移 兩位 變10 1 右移 兩位 變0 為什麼呢 這個 各位學機概 二進位的時候 自然會有條件 我們現在 不怕多時間去檢視這個東西 另外也可以有 物理值 這價值 好 我先把這個再貼上去 剛剛已經貼到花花音 接下來 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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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上去 好 ok 所以 剛剛我們已經講完了整數 符點數 字串 再來 我們來看 正跌太快 先講 布林子 什麼叫布林子呢 就是偵探獎 偵探獎英文是true和false 最近有個笑話 就是 有人去檢舉 柯文哲說 他做假賬 然後就拿了一個 Essale報表 然後上面寫 false 然後他說 你看這是假賬 因為他認為那個是steak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個新聞 好 那 所以 真和假 true true是真 false 是假 好 那 s 等於true 就是s 是真的 y 等於false 那就是y是假的 s and y 這個是 邏輯運算 裡面的s and是兩個都要為真,才為真 所以當s and y,s always false s or y呢,s true or是任何一個為真,就為真 那這個各位基幹都會學到 我們不花太多時間 但是你會這個操作之後 你基幹裡面會學到會理解 再來,舉個例子 我今天說A等於5 我說A大於3 它會傳為真實 如果我說A小於3 它會傳為這樣子 是的,因為A不小於3,s5 但是A大於3是真的 A小於3就變成 所以呢,我們剛剛貼到哪裏 剛剛貼到第一位 好,ok 所以每一段各位都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先到這裡 我們讓各位重複一下 我剛剛做的事情 然後有任何看不懂的地方 就請他問 包含這些真假值 一位都可以問 有問我們就直接用A來解答 沒問我們就看看 除非大家已經了解 已經了解我們最近 好,所以各位先 稍微了解一下這一段 重複一下